第一个问题,有同修问,说在道场修行的同修们,意见不一致怎么办? 比如说,有的同修要念佛,有的同修要读经,有的同修要听经,有的同修要学弟子规扎三个根。 遇到这种情况,道场的管理者应该怎么办? 我看了这个题目,我觉得真是重口难调啊。 我在这里提的几点是参考性意见,不是就说绝对这样办,因为各个道场的情况不一样,不能一刀切。 我最几点建议是这样的,首先要确定道场的修学方式。 就是你建这个道场的初衷是什么? 以哪种修学方式为重为主? 这个你要有个主次之分,比如说这个是不能面面俱道的,你多高明的管理者,他也达不到,让人人都满意。 那怎么办呢? 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。 你如果这个道场最后确定是以读经为主,或者以念佛为主,那其他的同修你可以考虑,你到哪里去修行? 这个在确定之前,管理者应该广泛征求同修们的意见,然后有民主,再有集中,最后的决策者是这个道场的管理者。 这个不能满腔腔,不能谁都想说了算,谁都想说了算,这个道场非黄摊不可,就搅和黄了。 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。 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? 就是不符合某些同修的口味怎么办? 你可以退出这个道场。 比如说,你想读经的,你找读经的道场。 你想听经的,找听经的道场。 想念佛的,找念佛的道场。 想扎三个根的,找扎根的道场。 你这样问题就解决了。 有些同修可能说,我找不着道场。 最后一个方案,你在家里静修,那你就说了算了。 你愿意读经,愿意念佛念佛,愿意扎根扎根,这都好。 我说,一中靠中,有一中靠中的优越点。 在家静修,有在家静修的优越点。 我二十多年来,我二十多年来,我就是在家静修的。 我很少出来,我更不跑道场。 以我的经验,我觉得在家静修也蛮好的。 这是第二个建议。 第三个建议。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,这个道场可以兼修。 但是这个兼修一定要有个原则,有个底线。 不能兼修的太多,太杂。 你比如说,你可以以听经为主,然后再念佛。 你也可以以念佛为主,然后再听经或者读经。 你这个两个建起来是可以的。 你比如说,一天,如果我们听经,师父的一节课是两个小时。 我们把这一节光节听完了,其他时间我们都是念佛。 这完全可以吗? 既听经了,也念佛了。 但是不可以兼修太多。 这是我的第三个建议。 第四个建议。 如果这个道场修行的信众,年龄偏大。 比如说六十岁以上的老同修居多。 特别是,尤其是七八十岁的老同修居多的时候, 我建议这个道场以念佛为主。 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,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,一定会成就的。 这是我的四点建议,供各个道场的同修们参考。 这是我回答的第一个问题。